懂了七七思教 然後四部音音 還有所有的三角法門都是路人的傳法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替主人來看這一本經驗 要告訴我們的重點之代 其實這本書的重點呢 它有分為上下的男卷 上卷它主要是跟我們談人像的運用 工作輪向的話呢 有三組輪向 一輪向 第二輪向跟第三輪向 一輪向很簡單 一輪向就是談我們所有的十三頁跟十二頁 十三頁 十二頁呢 我們做出前的訪問是 深夜的話就是上身 後把武器 左頁的話 兩次的話 二把武器 異業的話 貪運 成分 等形成 這身 三個 五十三個 五十五頁 所以很多人呢 如果我說 老師這個十三頁跟十二頁 那就是我們要去審問世界 當然就是我們 從我們例子最基本的 我說五戒 那這一個要審問世界 所以你如果鎖好這個世界 不再犯這十二頁 我們再把它稱呼 你有過之可稱呼 你是一個善愛之善的運用 如果你就犯了這十二頁裡面的其中一個惡業 那你該不會造業犯規之類 因為裡面的任何一個惡業 都會對你自己還有對別人 對你家人造成很大的傷害 都是一個不應該有的 這樣一個系統 甚至不應該有的觀念想像 好 再來 又一下 又一下呢 又一下呢 又不得了 這個是太有償 而且這個智慧呢 跟我們中國命的智慧 所以八字命的智慧是怎麼做的 因為我們就在談一個十三頁跟十二頁 我們可以出錢的講說 好吧 就是像五八字裡面的 五十幾種情緒 你有好的情緒 其心有不同的情緒 我的頁 是不是 只是你看 五八字直接分十幾種情緒 它是分二十個幾種情緒 所以它很簡單 把你分成什麼 就殺生 不殺生 殺生是不好 不殺生是好的 就是一個胸 一個氣嗎 就是把你敷衍出來了 所以這個時候 那我們就覺得 它這個智慧呢 的確是跟我們中國命的學 完全共同 而且還更加直接簡單 因為它就是一個人 不殺生 也不餓 不餓 不餓 所以很簡單的理念 但這個很簡單的理念 這種中國命徒 常常跟我們文字一想 我都有學八字的理念 都知道 整個中國命理學 會這麼樣的精準 整個核心頂就是待它有 深刻晃衰的理念 你每天看到想深就會變晃 你相刻就會變晃 所以同樣的一個心事 不是說不能這樣 所以正觀點 它是一個體型 可是你正觀的晃度 每個人是不一樣的 所以那個深刻 是整個中國命理學 那個晃衰的變化 那個重不重要 那個很重要 重要當然不會有這樣一個晃衰變化 所以每一個人命盤出來 縱使有同樣的這些心數 但是會產生不同的晃衰 輕重 那程度會不一樣 再加上大運的影響 所以那程度是會不一樣的 所以你有好的正觀 我有好的正觀 因為我們不一樣 你好不好正觀 比如說你的真數是5勝 我的正觀是你說好 我剛剛的觀就給你打 是不是 就這個重點 好重 我會看到這個第二項 第二項 紅線 黑線 紅短線 紅長線 黑短線 黑長線 那個是很重要的核心 那麼多重要 那個可以從所謂的長線短線 馬上來判斷 你這個是那一頁或是二頁 輕重重 比如說我有殺生 你也有殺生 我是長黑 你是短黑 那很可能我就是一個不夠不做的大白白 搞不好我會先當將軍 一殺人的話是 成千上萬 長黑 對不對 那你短黑 搞不好只是喜歡吃一點 雞鴨魚肉啦 去釣釣魚啦 殺殺雞 殺殺鴨 全短黑 然後我們來做殺生 產生的這種英國夜夜火爆 會一樣嗎 當然不會一樣嗎 會不會 很清楚 好 你在底下裡面 你在底下裡面 他怎樣去談這個第二項目的 他說 如果你是屬於這種 比如說殺生生 深夜的項目 你就拿深夜的第二項目 直接來展示 所以他一樣如果我們吃個麵 好 然後我刻上 長黑短黑 長紅 短黑 你今天拿一顆木 就深夜的火燈 來沾一次 這個殺生 到底是 長黑短黑 長紅 請坐 五千幾人都是這樣問 可是我這樣 我發現這樣用了 有一個缺點 就只有 長跟短 兩個等型的區分 再來一個上一個問 沒講分四個等型 一個人就是個面 四個等型 是不是 那我發現四個等型呢 要去論述一個望衰強弱的變化 好像會有辦法分得更加怎麼樣 更加的細 想看我八字那個望衰 是可以真的很細 從傳統的包子來講 就跟你講 這個 所謂的望向石修球 那如果再說望跟衰 它起碼可以分十個等型 旺的 我講的白白一點就是 如果你這個 人像的這個星球旺的 叫大中小 大望中望小望 然後再分大大望小小望 那是說五個等型 那如果是衰的一樣 大中小 大大衰 小小衰 然後再加上中間平 欸 上五下五中間平 十一個等級 那十一個等級 就論算這一個星數的 這樣的一個強弱 往衰的變化 怎麼會分得很強 就像我們現在看到公務人員 然後就跟你講這個官員什麼 什麼體質等 體質等 體質等 是不是真的很細 所以在應該是前面吧 也是這幾個位 避藏部長就感情指示說 那如果你覺得 一顆莫爾斯的面相 只有四個等級 這個真的不夠細的話 好吧 那你就可以再說 一個很細 這時候你看 一顆莫爾斯的面相 出來讓我摔清楚 你三顆莫爾請丟 當你三顆莫爾請丟 當你三顆莫爾請丟 你就直接把那個紅線 短線呢 紅線 把那個短線 正字一 長線就是正字二 紅線就是加 短線就是持 欸 這樣的定義有沒有很簡單 好 當你如果說莫爾請丟的話 你覺得可以從正六 倒點到十六 十三個等級 十三個等級 十三個等級就出來了 所以當十三個等級出來的時候 欸 我在判斷這個影像上呢 他的輕重程度 有沒有更加的精細 就像殺身 如果我是副六 然後你是正六 那表示 你這個殺身惡葉已經正六 表示 你這個殺身惡葉已經非常非常的輕 不嚴重 那我殺身副六 我就非常非常嚴重 然後中間 正一 正到正三 正五 正六 然後副六 副到副三 副六 是這樣的等級 那我會強調的第二個文像呢 它就是讓我們繼續會判斷 每一個人都會有因果的 每一個人都會做錯 就像法律在判你的罪一樣 你清楚這種罪 你給你派起人啊 也有強調 做真正的罪 所以通常第一領像是第二領像呢 我們這兩個還可以 好 那到第三個文像呢 就是六個數字 正經來講就是這個木輪 從零 不是 從一到十八 那每一個人 木輪上面呢 會寫一二三 只寫三面的數字 會保留一個一面是同的 其實它空盤 我可以把它剩下了 所以在講 零到一到十八 所以有可能木輪同時一對的話 有沒有可能都是零 有喔 因為六個木輪都一面是空盤 但是有一個空盤的面啊 所以有時候我在想 每次在多國人家問我說 那是它的空盤還要怎麼 摔成數 沒有數字就是原子 就是原子 然後 你會正在想 過多嗎 所以空盤全都是這樣 這樣 這樣要講 經濟死掉 因為 你了解它的道理 它就是要讓你去摔那個數字 所以它那個零的設計 要很漂亮 也很漂亮 也很漂亮 所以它是講過嗎 請你給我 以後你再帶你去那個數字 就來問你的 老師 那個沒有數字要算假的 那個數字就是零 每次都要講 好煩喔 直接寫上零 所以直接寫上零呢 它整個數字的總加 六顆木輪嘛 這總加就是從零到一百八十九 所以整個那個概念呢 它就透過這個木輪的丟子 你去給計加這個數字出來的時候 好 就對應 你所問的這個問題 遇到菩薩之後 你不想來 今天講到這裡的時候呢 你會不會感覺 突然很特別 你這樣講 你這樣講 是 結果出來那個疑 我跟你講 我去 昨天是抽一出來的 在什麼 我不會確認 我這個是 如果是第一到六十 所謂的夾子 六十夾子牽制的話 這就很髒 萬一靈感症牽制的話 是可能蠻長 現在這個諸得子算牽制的話 是三難八十四張 可以不會這樣做 可以嗎 那我們說過的零像是189張 189個零像 那這個時候 就是做過這樣的一個第三零像 這種數字的總加 所以它是給它定義怎麼樣 你每六顆零丟下去 加數字的話 是要丟三次的零像 可計加起來 才取出第189 所以你每一次丟數字最高的總排是 可以加數字 0到63 4到63 可以加3 69 128 那總是 0到18 所以每一個文像裡面 副母裡面 最高的 是3 6 9 128 那總是 0到18 所以每一個文像裡面 最高的 是3 就是 5到189 6 5 數字求出來 再去對應 就是 你189個方向裡面 哪一個文像子 然後來解讀 遞到菩薩 怎麼樣 通過這個文像 來回復那種求人之類 所以我們在運用這個 第一文像、第二文像、第三文像的手動 因為第一跟第二文像 看了這慈善夜跟十二夜 所以這種慈善夜跟十二夜 我們在實際的運動上面 並不會要無時無刻或是每天 或是每個禮拜就去沾茶一次 因為每一個人的善火的夜 它是一種氣性的問題 這種氣性的問題不見得 會有產生很大的變化 比如說你今天殺生 不然要出來有什麼問題 不見得你今天再去沾茶 或你殺了過一天 變成花的 中間的電影 如果兩個電影的形性 這個不適合輸入住 是不是 所以你需要比較多時間 所以你第一點這樣 你第二點這樣 看我們在山上 最少我們都要接一個 是三個電影上 再去上場 我就看這個三個電影 這個形性變了 都證明這個殺生的夜裡 比如說有人 欸我做殺生 甚至通常就看到的殺生 只有這個雞鴨魚肉 太過以重視肉食 對眾生不夠黏明 還有一個最常見 比如說 阿小 或是有些人呢 最近的競爭心情就不好 沒事就這個 把蚊子啊 把蚊子啊 這個也有 這個也有多 為 惡小而為之 眾生皆平等的理念之下 你去把蚊子 你去把蚊子 沒事都常常 你去把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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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果 rat 就會撐 сдел 那那 Вам可能 還有其他的 殺生 автом 它呢 另外19 就是一種 今頭爭uj的 神情 discussed 好了 我根本來說 因為沒有像 一樣影響 去瞭解這種差分業力 一天你要一次 兩次 三次 要早上動一往上 都可以 都可以 這是我們在第一文像 第二 這個所謂三個目的文像上面 很實的運用 讓我們就先 趕快讓各位有明顯的 認識 說 做最相信的的情緒 那如果我們再回覆後來看 章茶三月報件 一開頭為什麼會產生這一步 經典出來 因為既然是契機式教 都要去瞭解說的 我們要去瞭解 這是什麼樣的因緣 我們今天這個善小法門 我們坐上的這一艘船法 是什麼樣的一艘船 為什麼會有這一艘船的產生 你一定要去瞭解它 不然我們這邊很清楚 不是它從而而來 都隨便亂取 所以 事出必有提法 都有它的因緣 這才是那個氣流在一起 這本佛心呢 我們把它第一頁翻開來看的話 我們馬上就會找到 非常重要的一個這個契機的因緣在哪裡 所以第一段呢 如是我聞的 它這個是在王赤城 這個奇督結三奏 奇督結三奏的老闆 是在領座上的 這一個故事 那重點一個年遠出來 所以 都是對中國的譬善 與軍勤 然後我們大家也知道 屋傳非常非常多 所有非常非常多 兼儀和萬聳 場移至於艾島 也許多 那這時候我們更加聽 晴慶和商 剛來 請示 這個 適中 好 還有五個 最強到 如果你是誰要願意 真正核心重點在這一句話 先盡信菩薩言 儒佛先說 先說是不是你之前有說過 若我去世 正法滅後 向法向盡 極入末世 就所謂的末法時期 但是一個核心的話語在哪裡 若我去世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 核心的話語 也就是說 會講這一個經典 一個人會講說若我去世 通常這一個人應該都是已經到 六十幾歲 七十歲 所以經過完聯後 所以經過完聯後 我們在這裡問出了 釋迦摩尼佛這一本佛心 他的講演應該已經是在他 可能七十幾歲 或如果要七十幾歲 涅槃的話 可能是在七十幾歲 七十五歲之後 他已經傾向涅離世 來講若我去世 好 那我們再看這個佛心 我們從釋迦摩尼佛 所謂的三十五歲 正目合道 開始先傳演所謂的初傳法文 就是世政地嗎 古其滅道嗎 再到講到十二英年 那甚至他所謂的講經紅法呢 將近這三四十年裡面 我們又要有一個很重要的認識 我們講那個因緣對不對 你看他講每一部佛經 後面會不會都有他的一些因緣 我們在研究 佛心裡面很有名的一部佛經 就是叫孟年經 講那個那麼很重 最長的一個重點 我們就在說 那應該是在釋迦摩尼佛 四十幾歲的時候 正直中重 所以他們講起來在高處的 受效披靡 那個因緣就能做錯 那講那個遺動不到佛經 應該是他剛開始 不道理多久 可以改變他為不清 我們又要讓人家懂這個 所謂英文的改變 我們就來講這個時候 再來講 最有名的 金剛經 金剛經不是男人 一切有為法律公眾報應嗎 他不是在跟到新書講嗎 我有沒有教你們什麼法嗎 新書講 沒有 老師你四次無論傳無論的法 大家也來猜 金剛經應該什麼事情 無論的應該什麼事情 我沒有傳你們什麼法 有沒有問題是這一句話來了 所以應該他已經知道什麼 是不是也是中後期的 可能都知道六十幾歲或是七十歲 是不是 好 我沒有傳你們什麼法 所以講就有 我們有一個廚房金剛經常 大概是一百多歲 有人念他 他跟他的弟子講 唉 學佛到最後就是好 神經所做的 所以就發現 很多這種很有修為的這種得到高證 他們到後期 有些時候 進來進後期 你進去看他學什麼法 你去看他學什麼法 他可能就是一兩句話 你這樣知道嗎 就這樣 凡普歸真 以前那個喊刀巴 摩尼巴授的講話 但是沒有 你應該先幫你 就去幫你自己做 你不要去跟他講講 唉 些人有差 沒有辦法 你們有電 你們不要再執著 你如果 你這樣知道嗎 你們要去追求你們的自信者 你們要去啟發你們自我的覺知醒 不要再去想著 很可能 我們在講金剛經的時候 有可能是像某種種 你也已經即將念 他也知道他快要離開自己的東西 所以告訴這些弟子 要不要對我在我執著 你去 對不對 你對我的執著 你會說 你是一種什麼 在依法無疑的 一種 盲目的 理性的存在 是不是 哪有你在修行學佛 有這個老師在 我才要學佛 這個老師念他 我不學佛 那學生我不學佛 你這樣知道嗎 這都是錯誤的概念 所以你看到很多佛經 會不會有不同這樣的原因 那為什麼我會說 這個釋迦王如果講的那個年輕 其實他最主要講的那個像是在阿蘭 阿蘭是他的同父異母親 那我會講的 今天阿蘭他也被他的佛人人員 拉進去房間上了床 是不是有什麼 那你說一個諸家人會被拉上去上床 他應該是幾歲 都不可能七八十歲五六十歲 應該是什麼 陣子什麼 壯 是不是二三十歲 應該是二三十歲 對不對 而且聽說阿蘭怎麼樣 非常的勸勸 帥氣 我看很多佛店裡面 有一個老的 那個是佳社尊聖 有一個年輕人 那就是阿蘭 那因為他怕阿蘭到處去學壞 在那個所謂那個室外面 我說我過了一天一夜 我說過了三天三夜 隨便 那個是你 他說還沒長進對不對 還沒有訪貴 他們已經想了他會被拉上床 那應該是二三十歲 那我就想還是像王主佛跟著阿蘭 不太差了多少幾歲 不太差十百歲 有可能 但還要再去考驗一下 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那年輕應該是四十幾歲時候講的 那講到這個時候呢 又延伸一部很重要的經典 也搞出跟我們這個算命有關係 就是阿蘭貫佛以前學壞 這次阿蘭貫佛是說 他套了 他就被刺激 他就被刺激 屁裡啪了 屁裡啪了 骂了一頓 然後就說 又不知那個是算命 他超喜歡去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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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超喜歡去寫這些 我們想 腹度應該也有很多類似這些 他也想把我挂了 你看 你挂了 從各個地方 後的算命出來 因為這是一個先前後頭的智慧傳承 叫你算命 所以 因為佛的例子 不行 不准去算命 其實也是從阿蘭延伸出來 當然延伸出來的時候 這一句不准算命 你有可能是 四十幾歲的時候 就是告訴你這些 包括告訴阿蘭還有他的門下地址 一定要好好的 向內心來尋求來學習來成長 不要再去向這些命理拜道來做什麼學習 因為如果你要讓你的自信佛自我醒之的話 這些命對你來講 對你來講 對你來講 你只能不能超越多 這個世俗才能說的一切 然後他會有什麼 世修的命出生的分享 就通過你自己的這個生命 都可以超越 但是 弱法時期 如是之時 眾生浮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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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方法 多諸衰老 國土戰亂 國土術亂 災害平起 走眾 惡難 不懼 我諸地執 知其善念 為掌貪稱 既不我慢 射有相 相識 行善法者 所以叫 視行善法者 但求 世間力養名稱 以之為主 不能專心修諸要福好 這句呢 你把整句這樣看 大概不知道 天氣出不少人 他為什麼要來去我法 就是 我法是聽到 眾生浮薄 諸多衰老 然後 道地有戰亂 大流亂幾八萬 失去瓶 所以呢 世人呢 失去了善念 然後讓他貪稱失敗你的這一些 惡念 惡念 不斷地來產生 最重要的重點是在 設有相識行善法者 他主要就是要去求 這個時候呢 不能專心地來修宿藥法 或是來欺瞞這個時候 該怎麼辦 所以我們慢慢去體會這整個 思想蒙寧佛呢 他在講經說法過程裡面呢 他到了晚年的時候呢 其實他對人心呢 開始有這個清晰失效呢 產生一個很強烈的輸入 所以我們要去隨數 因為爸爸他自己的弟子 其實怎麼叫爸爸自己的弟子 再來 他 住法時期 生產都發生過 兩次到三次的這種分裂 所以可以知道生產分裂 表示什麼 表示我們要來學者的修行 自己的弟子 現實面 連他在住法時期 生產都在了準備 講白話一點 都有人聽得知道嗎 都有人表面的主要來跟你修行 但是私底下製造棒派 要來製造教團訓練 要來按照他 要來把他的所謂的教徒的地位呢 把他給串通一下 所以我們就是 經歐大派 經歐大派 經歐大派是他的朋友 在當時 畏居於父教出來 本來他是要穿發女帝 所以說這個到最後 到了老年他經歷之後 發生在他身上很多這樣一個 非常不熟人生的體驗 所以他對整個人生的這個觀念 會不會開始 會比較隨緣不熟 那你看連提伯達都 所以說已經身居復造主的 都會受他的慮望 受他的滅力的障礙 受他又做出 不好的行為出來 不好的是一些事情 做一些 這些東西做 所以為什麼 色有向事行善法者做出來 講白話的解釋就是 他向要來行善法 他是一個出家人 像 像 表面看起來是像這樣子 是不是 但是 確實在追求什麼 追求自己的地方 這個時候太突然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釋說 他說 我們在做一個避法的分數 請他來講 傳言真 讓他來告訴我們 面對事情 善法真重 這些人 這些事情 善法者 是不是真的有在修行主要法 是不是有連受戒律 修事 我在追求他的名利啊 那我們這時候就請 地藏法菩薩來 擔負起這個責任吧 這是第一段的求法 那在這段求法音樂裡面 我們就回到前面 一句話 其實是很重 重的成功 就多出來 所以 會常常給很多人提到 你今天要去找很多師父 很多老師 來所謂的求法修行的時候 你可以從兩個角度去看 第一個角度 你可以去學他的學 拜導這個老師 是有引擎 但你可以去學他 因為預見 我們聽說 管理這段時間 是每一個人 都會有引擎 他依舊還有專業的採訪 那第二個角度是 你跟這個老師呢 你不太學他的學問 你還要學他的精神 然後效仿他的等級 這是第二層次 所以我講到 第一個層次 我可以反對 但是第二個層次呢 如果你有正道力 遇到一個很不錯的德性 而且學問也不錯 那你想要有一個比較好的 所以你水就像 在世尊祝法時期 他的人生弟子 跟著他來學習 或是同時 僅跟著他學習 七十二個例子 那這個是代表 你有更好的福報運動 那如果這樣一個 更好的福報運動產生的話 你要好好地去掌握 但是我們發現 有很多人沒有這樣的產業 所以 從我用這樣的福分呢 在出家界也常常 傳出這樣的一句話 我們要能夠出家 我們身上 必須要有很大的福報 要很好善意 不然也不是你想出家 所以我們會讓一切給你出家 那只是我們會把這個 在技能不能把它擴生出來 所以說你要遇到一個有德性 又有才華 那這樣一個老師來跟著他學習 你真的要有很大的福報運動 如果沒有遇到這樣一個英年的話 快快好好地把他學習 不然呢 你也可能 你只是遇到很有才華的老師 你在跟他學習 但是你能夠得到一個很好的很有德性的善意 能夠陪著你一起來共修 然後讓你可以來證明 這是一樣的不同的學習層次 所以可以滿滿的學習 所以很多人 為什麼 沒辦法很好地來學習 或是 欸 告訴人 善意識 來聽教學 被他的列上的功夫 鼓勵 上來去 所以以後你在幫人家 福的過程當中 如果遇到這樣的現象 你可以做兩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第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其實什麼講 三小法 就是想聽各種辦法 用下的 用騙的 然後這個威脅利誘的 那你在想這個就是 其實是叫三小法 所以有時候 的確會產生一些 這種的影響修徵 甚至有一點這種 情語頁的表現情況很奇怪 所以 最有你的一個情語頁 我們不要說情語頁 所以最有你的三小法 其實還不是一張法 也還不是這個所謂的 西方禁止 奉靡頭的法 目前宗教界裡面 最有你的三小法 就是 信或是 跟人生 我們講的 見感又要合理 信或是 跟人生 我們講的 所以 我們對於這樣的概念呢 我們不要就去 我們對於 我們對於這樣的概念呢 我們不要就去 我們對於 它是一個 散角法 對 你希望有一個情形 念頭可以往生氣發 我可以講的 味道像不像 還滿像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在問人家福的時候 就盡量想盡各種辦法 去 引渡對方進去 可是如果對方還是沒有辦法接受 這樣的一個 英文的話 來 把我們分析到面前次 好 對不對 你知道嗎 你說認識 努力去做 應該做的 但是 對方怎麼樣回應 放在心上 好 這是我們對於 對於 去 後方其實 很重要的概念 好 那我們再回後再談 好 所以你對眾生這種 浮薄 浮多 衰老 那我們只能 散盡各種 散角法 盡力而言 好 所以我都滿希望 我對服務的人 都能夠像我們一樣 要去受一個 非常重要的 攀眼鏡 所以我戒拍你呢 我個人最多的要講 所以我講 都能夠做 要幫助 都要成為 重要的一個 的心中 身中的老師 要戒拍你 戒拍你就是 講白話一點 就是跟心中之間呢 你要有大愛 你要有私人 要有私人 那種兒女情長小愛 大概就是我愛的是眾生 但是我對我們的信眾 我不會特別去騙他 我特別去關心他 特別去照顧他 特別去注意他一些喜悟哀樂 我覺得不可能 只要拍眼鏡 自己下去 連儀啊 互動啊 吃飯啊 送儀啊 會贈啊 同一個東西 所以講真的的話 你們如果一個月 我不來上我的課 大概你們這個名字都會忘掉 不要說忘記你的長相 你的名字都會忘掉 你如果是忠祢 就忠祢 是忠祢 忠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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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才不會 用過這個祠祢來講 獻言 祢 忠祢 甚至 借語 忠祢 忠祢 好了 我們今天大概 在課程座上 有一個周園的教授 那 第一節課 主要跟各位談 這個同法的精神 讚強法文 有幾次不一意 那第二節課慢慢就跟各位談到 三長三月號金 他整個 要來同法這個契機的 英文字 慢慢來聽到 當然這部佛金 要講下來的話 可以講得很快 也可以講得很慢 因為中間有非常多 讓各位慢慢去學習的地方 還很多 那我總之 藉由 一部 善知識的文法跟傳承 藉機呢 其實是這樣 讓各位呢 都希望 整個完整全文型的東西 就是 不斷當情人 即在學 這個 這部 讚強法文化金 很幸福的東西 要讓各位 職業 是幫助的 然後 這樣一個重點 在查的是算命嗎 重點 就是這樣去 用一段 算命這個東西 你怎麼對算命這兩個東西 做好 一定 這是一個重要的 又是我們他們一般的重要的概念 因為算命這兩個字呢 在目前的這個 這個世俗的觀念裡面 被誤誤化 所以呢 我現在 也都不談算命這兩個字 我現在改辦法 了解 寧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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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這次寧 所以我們現在 不管是算命 我發誌也好 這個詹仔也好 我都改假 我們這個學問 就是來幫助各位 了解 了解 心情 你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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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時候呢 很多人就是人 會執著於什麼 文字的 這個表面 實話實在那邊 真真雜雜 如果就整個層面來講 我們 直接來講 單場就算了 跟我們的八次 跟我們一起 那雙命不好嗎 雙命沒有什麼不好 雙命本來就是一件最大的事 雙命就是透過這些散角法 去瞭解每一個人生命的道理是什麼 那生命的道理就是在因果 是不是 那你瞭解因果的實在沒有怎麼去 改變你的道理 是不是 真的是對 那我們就 我們再去談 算面這樣一個 比較狹隘 大家知道 不論 您是使用主 都敢講 所以是 沾茶 我們就給人家講 看法上一包心 不是在算命 是在幫助我們每一個人 而且我們自己 都不可能 好啦 我們近期失效 我們散角法 你就不會覺得 你是在照 七批一口片 那個人 這樣沒關係 好啦 今天的課程 大家有什麼問題 剩下的時間都 讓你們 來做 發問吧 是 我講的 那那一天去沾茶的時候 那個 取得 那個189個 那個人像 那在運動上面講的話 就是 最後那結果 那三個 數字 那三個數字 那三個數字 然後 念天沾茶的時候 再特別 寫了 1 2 3 比如說第一組 A B C 3組 然後 A個 1加2加3 你查一下 智英國這兩組 看有沒有 我 我 沒有 那本還沒有 那本還沒有 那本還沒有看 你會看嗎 你會看嗎 我自己會看 氣息是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講 氣息是這樣子 很重要 在查出沒有落成 這件事情 隨時我們都要在我們當地上 我們都要在當地上 他們在升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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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是固定固定的 你那個看了《悟空的戰略賽義報》 應該是去年拍的 去年還是前年年拍的 現在也最好兩年 所以我去年年初 就被益上的菩薩update一次 所以這個書是在那個影片之後的 當然喔 是上禮拜才站場 那個影片是兩年前拍的 這樣了解 這叫契基石膠update 又多了三個 所以看契基石膠多重要 沒有一層不變 然後《悟空的戰略賽義報》 為什麼跟你們這麼詳細的介紹 從大陸到年輕、中年 這個老年到這家《悟空的戰略賽》 有沒有不斷的在計畫 不知道 在這幾個字 是不是 喔喔 可以講過了 十年寫是戰場的書 然後把十五年後 不要再去改 為什麼要改 這十五年的行程 不然跟我說 老師你十五年前學會怎麼十五年 後學人不要說 那你十五年前 你現在十五年後 你要嗎 不要補償 人隨時都會變 是不是 但你要補償 你要變還是要變快 我問他確定 真的可以 所以 我沒有一隻不變 收穫的變 工作 他媽要演生出來 不然 心手中 心念 心向善 自我善保而行 自能臣服的 不然 我沒有 不然 他就不一樣 自己 問你那個心 你建立得住嗎 你要建立你的心 事實反而 不想多別 太嚴密的一個 心理 學習 好不好 今天講的那兩句 我們一起等你 好 他說 你沒一起等我 看看我 來問我 來戰場 包括你再說 那那兩句話說 種的 都說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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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懂 就差一點點 信心 就知道 最佳不照看信心